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疯狂痴迷于美国纽约的街头文化和摇滚音乐 这也是Rockstar名字的由来 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苦闷了 所以更需要在游戏中嗨出风格 当时在学校成立乐队担当电台主持的豪色兄弟 在中学时揭示了名叫特里多诺万的计算机天才 三人毕业后一拍即合加入了贝斯塔曼音乐公司 起初他们的工作仅仅局限于音乐领域 直到1993年贝斯塔曼成立游戏部门BMG Interactive 他们自告奋勇加入了这个全新的项目后 才正式涉足游戏开发 90年代中期的游戏界如同一潭死水 BMG公司的经营状况非常惨淡 正当三人决定是否要改行换业之时 来自苏格兰的游戏公司DMA 把一款名叫追逃跑的游戏放到他们面前 他们才瞬间看到了希望 这款叫做追逃跑的游戏画面极其简陋 游戏内容也如同名字一样简单粗暴 带有浓厚的黑帮元素 三人在此游戏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侠盗猎车手 这是二星出品的第一款游戏 作为初代GTA 它采用了2D的浮世视角 其血腥暴力的游戏风格 也为此后GTA系列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在那个游戏界发展整体低迷的情况下 GTA无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让所有的玩家为它的续作翘首以盼 1998年3月 美国的游戏开发与发行商Take2收购了BMG 豪色兄弟也借机来到了向往的纽约 正式成立了Rockstar 4年10月 玩家们期待已久的GTA2发行 依旧采用传统的2D浮世视角 正是因为这一设定 该做的反响没有达到豪色兄弟的心理预期 他们也从这次失败中意识到了 将游戏3D化的重要性 于是阿星购买了Renovel引擎 但将GTA3D化的过程 仍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豪色兄弟非常清楚 要做出让美国人接受的黑帮游戏 必须要熟知美国的街头文化 为此 他们昼夜不停地接替着观看纪录片和娱乐节目 想方设法地 把一切创意都塞进这个自由的世界 2001年10月 受911事件的影响 首次登陆PSR的GTA3 在延迟数周后发布 仅用了两个月 就毫无悬念地成为年度销量冠军 2002年 阿星趁热打铁 把故事从纽约搬到了迈阿密 这款名为罪恶都市的GTA3的续作 也是很多中国玩家接触的第一款GTA系列游戏 花衬衫 不会游泳的主角 直至今日 依然令无数玩家们津津乐道 连续两部作品突破千万销量 阿星也获得了Tik2的权力支持 2004年 继续推出了侠盗列车手 石安地列斯之城 和GTA3的前两作不同 这一次阿星用拉斯维加斯 旧金山和洛杉矶为原型 制作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世界 同时 更加多元化的游戏性 也让全世界的玩家为之疯狂 GTA SA也成为PS2上最经典的游戏之一 作为一款成人元素十足的游戏 GTA SA在大卖特卖后 也让阿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位法国玩家制作的MOD 让存在于游戏内部的色情画面完全暴露 把当时的阿星推向了风口浪尖 大批反对者要求政府封杀GTA系列 希拉里克林顿更是当面指责 GTA是美国游戏界的独流 那段时间的阿星比开发游戏时还要忙碌 他们的律师和公关团队几乎跑断了腿 最终 两兄弟向公众道歉 并删除了游戏中的部分色情内容 才暂时结束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 不过 阿星并没有因此就学会收敛 2005年 恶霸鲁尼发行 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15岁的基米 就要去面临老师的刁难 校园恶霸的欺凌 和很多学生都会遇到的各种突发事件 这一次 阿星又一次触碰到了广大家长们的底线 尽管恶霸鲁尼传递的是反抗校园凌霸的价值观 但仍旧被社会各界所抵制 2007年 雅火将该游戏列为史上十大争议游戏 此时的阿星已经被一些社会活动家 看作了游戏界的恶魔 而阿星也不得不表现地老实了很多 2008年 GTA4发售 首周就卷走了5亿美元 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 GTA系列的成功 让无数游戏公司开始效仿 并制作自己的沙盒式开放游戏 但没有一款作品可以与前者比肩 当一些开发商好不容易做出一款 一定程度上可以媲美GTA4的作品时 阿星又于2013年推出GTA5 粉碎了这些妄图撼动GTA地位的游戏公司 直至今日 GTA5已发行5年 但无论从玩法还是画面来看 它都不逊色于当下的任何一部作品 这款或许是游戏史上最成功的作品 销量已经突破了1亿 至美国历史上最为畅销的游戏 很多玩家都对未来即将发行的 《荒野大标课2》充满了期待 这款阿星旗下同样经典的PS4独占游戏 其首带发行于2010年5月18日的 PS2平台和GTA系列不同 在这部作品中 阿星把舞台搬到了荒野自由的西部 在那样一片缺乏法律和秩序的土地上 玩家将扮演约翰·马斯顿 踏上一条复仇之路 至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部游戏作品 能在对荒野西部的还原上 能和其并肩 唯一让玩家期待的 也只有在不久后即将发行的 《荒野大标课》续作 除了以上提到的GTA系列 《恶霸鲁尼》 以及《荒野大标课》系列 阿星旗下的马克斯佩恩 黑色落成等游戏 也同样堪称经典 当这家被看作离今叛道的公司 名气越来越大时 人们对它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国内的直播平台上 GTA5已经因为宣扬暴力被封禁 而关于游戏中的暴力内容 是否会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也是很多游戏爱好者和其反对者 一直在争论的问题 在图形处理技术 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还有很多像阿星一样的公司 把游戏世界做得越来越真实 游戏只是现实生活的映射 又或者是人们对于生活的无限想象 玩家们沉迷其中 享受着那种在规则下获胜 或者打破规则的快感 然而不管怎样 游戏终究是游戏 把导致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原因 全都归结于游戏中的暴力画面 并不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判断 未来 我们期待着阿星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作品的同时 也希望对于游戏的分级制度 能够越来越完善 人人都想成为Rockstar 但真正让阿星成功的 不是暴力和色情 而是创意 坚持 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下载百强排行app 花更少的钱 买更好的品牌 它成立于2001年 在竞争激烈的国产电脑市场 它以极高的性价比 俘获了一大批用户的青睐 人们把入手这款电脑称为上传 同时又调侃到 这传不翻 全靠自己的运气 作为国产电脑品牌中的佼佼者 它创造过属于自己的辉煌 但同时也因为品控等问题 饱受争议 它是谁 预知详情 请关注下期 十万个品牌故事